雲門5集今年要慶祝四十週年 意想世界要推出一系列新聞專題 跟大家分享這個世界級舞團扎根台灣的故事 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雲門的御用攝影師 劉正祥 他從一九八今年開始幫雲門拍照 記錄下很多精彩的表演 像是九歌 水月 流浪者之歌等等 除此之外 他也見證了雲門重要時刻 像是大火之後 所有舞者在火盡中的合照 還有雲門第兩千場表演 他替現場一千五百位觀眾留下歷史性的大合照 藝術總監林懷明就說 劉正祥的作品有時候還可以激發出他創作的靈感 他是劉正祥最抓得住雲門靈魂的攝影師 雲門5集今天拍宣傳照 攝影師劉正祥與工作人員溝通 親自調整閃光燈 指導舞者動作捕捉瞬間畫面 劉正祥 雲門人都叫他祥哥 過去曾擔任新聞攝影師 拍下許多台灣檢驗前的街頭運動 為台灣民主轉型留下影像 他也曾跟著侯孝賢導演拍電影劇照 1987年開始他參與雲門5集攝影工作 留下許多經典作品 像是年輕的林懷明 還有舞者羅曼菲跳舞的美麗身影 除了舞台上的表演他也拍雲門的故事 像是這張照片拍下2008年雲門遭注容後 雲門人的影像 還有2012年雲門第2000場表演裡 現場1500位觀眾的歷史性大合照 藝術總監林懷明說 想個工作認真拍照很有巧思 30年都不變 我最早見到他的時候是1984年 他在協助謝春德拍雲門的夢 從1984年到2013年將近30年了 鄭翔沒有變 只不過許多人叫他翔哥 對啊 往回看真的是 時間好像過得很快 一回想已經25年了 我想是一起成長 就是說我從接觸攝影 然後就一路跟著雲門到今天 那他們也不斷地在轉變 那我在影像上面 我也一樣要不斷地跟著轉變 持續求進步的翔哥 在雲門舞座還未演出之前 先替他們拍宣傳照和定妝照 拍出的照片 有時還能協助林懷明編舞 所以他拍出來的東西 常常使我得到一個連感 把舞往那個方向去推 所以在這中間有一個對話 我覺得非常有趣 攝影作品受肯定的翔哥 也替電影還有廣告拍照 問他為什麼不做賺錢的商業攝影就好 他的答案很簡單 我希望看表演 四十年的雲門舞集 有一半以上都是翔哥記錄下來的 林懷明心中充滿感謝 我看到劉振祥就得到一種鼓勵 時代在變 社會在亂 劉振祥穩穩的 像一堵山的站在那裡 戴著他的鏡頭 我要謝謝振祥 劉振祥